欢迎收听《义士邪清》第556回 金墨邪说到这儿,顾云阳和曹国锋一起点头,两个人都知道啊,若是在那种情况下扶得软儿,接下来也能有好果子吃啊。 至于曹国锋呢,当宝贝一般的捡回了一个空灵体质,其实一个贪生怕死的熊包,想必立即便会成为整个换府的笑柄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于是啊,我就把心一横,干脆再进一步,就说,你敢杀我吗?如果你敢,你就杀了我吧。 金大少爷说着,模仿着当时的情况往前走了一步,顾云阳呢,是爹足叹息啊,看着自己怀中还昏迷不醒的僧子,想要报仇的心思突然之间淡了。 而且呢,还有啊,一种无奈的情绪冒了上来,这个拥有空灵体质的少年,现在正是炙手可热的关键时期。 你说你,哎,没事招他干什么呀?空子把自己架上了墙头,现在怎么样,吓不来了吧? 曹古风想象着,顾飞宇拿剑,钉在别人咽喉上,却死活不敢刺的狼狈样子。 刚才满心担忧,现在呢,却是欣慰异常,不由得微微一笑。 杀了这位空灵体质,莫说当时的顾芬宇不敢,就连现在正在圣怒之下的顾云阳,那也是万万不敢的。 也不知道顾公子他是怎么想的,他没有刺过来,我当时其实很害怕的,就是怕连累了曹圣皇,在那里死撑着,可是顾公子呢,也是不动。 如此一来呀,晚辈和顾公子就这么僵持在了那里,我们两个人都是骑虎难下,欲罢不能。 君墨前呢,流露出了一个委屈的表情,所以我想一会儿,干脆就进一步,因为我知道,若是不进,那就是…… 你不必再说了,后边的事情,我们大致明白了。 顾云阳呢,打断了他的话。 老夫只问你一句话,你一共进了几次几步,而他又退了几步。 这个,还晚辈,当时脑子里边一片空白,几乎就是像意识的动作,现在嘛,却记不起具体的数目了。 顾云阳两点头,看向了苗小苗,苗小苗想了想,肯定的说, 莫公子一共逼近了十七次,十七步,每一次顾公子都很愤怒,都想挺见此处,就在第十七次的时候,你们来了。 苗小苗这一次插话呀,就正好证明了君墨阳先前所说的全是事实啊。 而君墨阳呢,自然是故意流出的这个空档,好让苗小苗解释解释,正好呢,越描越黑。 十七次?顾云阳和曹国锋都大吃一惊,顾云阳看向了君墨阳的目光再度变了,变得充满了警惕慎重。 这个看上去老是憨厚的少年人,居然呢,与咽喉要害,盯着长剑一步步的逼近,将对方呢,逼退了十七次。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? 曹国锋突然醒悟, 君墨啊,想来你如今也应该明白了吧,你孙子的伤乃是他自己造成的,换句话说,是他自己把自己逼成了重伤。 君墨一愣,随即表示默认的点了点头,愤怒至极的拔出剑来,剑上必然是运满了旋力,但是那股旋力最终发泄不得, 只能回流入自身造成反噬。 而听苗小苗所说,在这十七次之中,顾飞鱼每一次都想杀人呢,但是每一次都是强行忍住了。 这等于呢,是被自己的玄器在短短时间之内,先后反噬了十七次,还要加上愤怒,再加上杀气,再加上不甘和憋屈,而造成了眼下这古怪的伤势,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顾云阳,默然无语,满脸苦涩,事实嘛,就在眼前,自己再说要找谁算账,找谁他也不合适啊。 很明显,根本就是自己的孙子主动挑衅,又是骂人,又是拔剑,确实呢,能惹不能撑啊,造成了现在的恶劣的情景。 顾飞鱼刚才骂的有多么过分,两个人都是亲耳听见了,这一点还有什么说的? 顾云阳啊,老夫说句公道话,你应该庆幸的,因为你的孙子至少现在还没有死。 曹国锋阴沉地说道,若是他现在没有受死重伤的话,你到老夫会否找你要一个说法呀? 老夫的声明又岂是一个区区数字可以平白污蔑的呢? 必须你这宝贝的孙子,或者不会像现在这样凄凉,但是小命是否还在? 老夫却是难以保证的呀。 顾云阳的心事一怒,突然心下又是莫名一松。 曹兄的意思,莫非是不准备追究此事了? 你孙子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德行,老夫还能追究什么呀? 不过,你顾云阳确实欠老夫一个说法,老夫可不知道,你们老顾着的那些小字辈儿在人后是如何编排老夫的,这个说法你必须得给。 曹兄息怒,老夫必然会对你有一个交代,若是这外界再有任何一点有关老兄的龌龊话,老兄只管算到老夫的头上吧。 说着呢,仰头啊,苦苦的思索了一会儿,这才转头对苗小苗说, 小苗姑娘啊,今日之事,为时是非语的不对,老夫刚才爱尊勤切得罪了姑娘。 我在这里啊,向小苗姑娘这一正正的歉意,他日若是非语,侥幸得以权益,老夫也定当是严加康管,绝对呢,不会让他再去骚扰小苗姑娘的清静的。 苗小苗急忙回了一礼,酷爷这么说,可倒真是让小苗无地自容了。 哎,无妨,只是,只是非语这般模样,若是再来不及治疗的话,恐怕这一辈子就真正的完了。 所以呢,老夫还是要请小苗姑娘帮个忙,你看怎么样啊。 什么嘛,老夫想要见一见令尊大人。 曹沟峰吻哼了一声, 姑娘,怎么着,你想要七彩圣果给你孙子治病,我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吧,难道你以为那七彩圣果是你家院子里边种的大白菜吗? 曹沟峰当然要着急了。 现在换府之中,有资格服用七彩圣果的,年轻一辈呢,就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莫君业,一个是苗小苗。 而七彩圣果五百年才结果一次,一次呢,只结了两组,两个人正好一人一组。 若是被顾云阳要去一组,那么这两个人就必然会有一个人呢,在接下来的五百年之中吃不上的,那就势必要再等五百年。 这一反一复就是整整千年的岁月呀。 苗家,八十换府从古到今,而苗小苗正是苗家这一辈的第一天才,也是整个苗家的掌上明珠。 届时给谁不给谁,这根本就是不用考虑的事情。 曹国风,老夫如何盘算,我看你还无权过问吧,至于府主给不给老夫的面子,更是与你无关。 请顾爷爷见谅,这件事情我为时做不了主,不过嘛,今天的事情我回去之后是会跟我爹爹,我爷爷详细地说说的。 好吧,既然如此,那就听天由命吧。 抱起孙子身子一晃,顾云阳从窗子之中飞了出去,临走呢,居然连招呼,也没有打一句啊。 曹国风呵呵一笑,看了看筋墨鞋,又看了看苗小苗。 好了,既然没有事,老夫也走了。 今夜啊,你玩一会儿就赶紧回去吧,这次出来不让你惹麻烦,想不到的你还是惹的麻烦。 小苗丫头啊,我的徒弟可是初来乍到,对换府不熟。 若是你一会儿没有什么事情的话,就带我的徒弟游历游历吧。 曹国风刚要走,突然好像忘记了什么。 哎,对了。 啊,跟着你的王能和李洁呢。 他们两个,呃,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 君墨鞋心想,那俩货现在啊,没准正在吃官司,你啊,就别找了。 等这两个人回去,我非重重责罚不可,交给他们如此重任在先,居然只顾着自己玩乐,要这两个东西还有什么用啊? 哼,说着摇了摇头,刷了一声飞走,来了个无影无踪。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,创新网荣誉出品。 一眼看着两大圣皇级别强者不欢而散,怒气冲冲的分别离去。 九楼崖尖之内就只剩下了苗小苗,小豆芽和君墨鞋。 三个人互相看看,始终都没有说话。 君墨鞋摸了摸鼻子, 心到这小妞神神秘秘的用面纱遮遮扮边脸,看也看不清,真是雾里看花呀。 两位姑娘,却不知道两位找在下前来到底有什么事情啊? 君墨鞋打获了沉默。 其实呢,也没有什么大事。 苗小苗现在说话,可是经过了再三的斟酌的,费尽了思量。 其实小女子就是听说了莫公子这种天宗奇才来到了幻府,我们幻府呢,又多了一位前途无量的少年英杰。 这几天,听前辈们一个劲地说起,便生出了与公子结识一下的意思,不亦风波迭起,大伪初衷,却是汉事啊。 姑娘可真真是太爱了,其实在下哪里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呀,还不就是大活人一个,也只有一张嘴巴,一个鼻子,两个眼睛,就是和一般人相比的帅了一些。 挨打怕疼,被刀砍得照样得死。 姑娘现在看到我,相信心中一定非常的感到失望了吧。 失望? 那倒没有。 那就好。 哎呀,我还以为这两天呢,不如以前帅了,原来魅力仍然依旧,无心甚畏啊。 旁边的小豆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苗小苗听到了君大少爷的自夸自赞,竟也情不测尽地笑弯了眉毛。 君大少爷摇了脑袋,哎呀,看你们笑真是很累啊,笑着笑呗,你该何必还要捂着嘴啊? 藏着掩着,看我,应该这样笑,才可好爽啊,至少很舒服,很痛快不适。 说着呢,他就运气丹田,哈哈大笑。 两个小萝莲,再也忍不住了双双捂着肚子,东倒西歪,吓得几乎抽筋了。 你们怎么还那样笑啊? 看来我这个对你们来说啊,有点难度,或者你们可以尝试这样笑,可能比较适合你们。 说着呢,他提起眉毛,哈哈大笑,协足了星爷的派头。 两个小妞儿,再也顾不得什么矜持了,直接拍着桌子,哈哈大笑了起来。 看呀,这样笑,是不是很爽啊? 人生在世,不外草莫一青,本来就是悲苦交佳,难得有太多欢乐的时候。 我想,人呢,还是多笑笑的好啊。 笑过了之后,君墨斜说。 两位小姐,如今天色已远不早,若是二位没有别的见教,那在下就要告辞了。 起码,莫兄留步。 苗小苗眼神顺时恢复了平静。 怎么?苗姑娘,还有什么事情要赐教吗? 莫兄啊,莫怪小苗,娇浅延伸,干嘛莫兄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? 又可否知道,你得罪了多少人呢? 得罪了什么人? 哼,我出来乍到人地两叔,能得罪什么人呢? 若一定说,我有得罪什么人,那就只有顾公子了呗。 今天不是将顾飞宇公子得罪了吗? 顺带着还得罪了整个顾家,得罪得够大的呀。 小妹说的可不是顾飞宇的事情,而是你到这里来之前,那没有,绝对没有。 在下,素来不愿意惹事。 哦,那看来,莫兄竟然真的不知。 莫兄今日出了换府内城的一瞬间,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各个家族了。 哦? 苗小苗的这句话可谓是一个提醒,君莫邪自然是一点极透。 曹国锋啊,里有人对外面暗通消息,否则绝迹不至于传遍了各个家族。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,几乎在同一时间的多位公子同时行动,都来到了这里啊。 乖不得呀,今天一出来,就凑巧地遇见了两大不能惹,原来如此,我说我的运气不会这么好吧。 莫兄想必也不知道,原本换府之中,你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边,从所有的青年才俊之中,选拔出数位出类拔萃的人选,宋交内府,专门培养。 作为换府下一代的领军之人,也就是说,现在的换府正在为未来做准备,而莫兄你的到来呢,你的空灵体质彻底的打乱了这一切啊。 苗小苗,微微笑了笑,接着说,在这批人员里面呢,有的人呢,大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新换城主,有的人将是未来的灵药园主, 也有人呢,会是未来的掌网阁成员,还有人将会是未来的换府辅主,更有人会是将来的第一高手,换府守护神,而你的意外到来呢,却打乱了人有平稳的局面。 你所拥有的空灵体质,乃是万年以来的神迹天赋,依附于换府的自然是本府的福音,这个是事实,就一点而言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, 甚至于所有老一辈的前辈尽都认为,你更将会成为支撑换府未来大局的不二人选。 可是相对的呢,你也因而成为了所有势力最强悍的竞争者,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上,尤其啊,是那些个年轻人,他们承认你的天赋,资格是一回事。 但是呢,说到真正认可你的地位,就是另外一回事。 苗小苗的郊区,做的是异常的笔直啊。 从居墨斜着一边看去,他的整个身体,此刻就像是一尊毫无半点瑕疵的玉雕,每一个方位都是标准到了极点。 相信就算是最挑剔的艺术家来,面对着此刻的苗小苗呢,也是绝对的挑不出半点的毛病。 但是,他的话,却一字一句的敲进了君大少爷的心田。 所以,自从你来到那一天开始,就已经注定了一件事,那就是,不管你做什么事情,都会有许多人盯着你,绝对不会让你轻松如意的顺利完成的。 唯有把你踩下去,其他人呢,才有登顶的机会,否则的话,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上,必然有你横梗在前。 在你真正在换府登上巅峰之前,这种挑战会无处不在,随时随地。 君墨鞋经到这儿一阵头疼啊,真是要了命了呀,难道说要被那群鳖三盯死不成吗? 先别说今后了,就说今天,因为你今日兴之所致的出游,只要能来得及赶来的换府高层世家的青年财经,相信已经全部集中在了此刻的新换城里边,等到明天呢,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有心人到来。 不隐晦地说一句,在这其中呢,也包括了我。 我虽然也是有心人,怀的却并非是坏心,因为啊,我呢,不会和你争什么的。 我若是有心要得到的东西,就算是莫公子你,也是得不去的。 今日邀约,只是出于对公子的好奇而已,能够一现身就引起如此之多的高级世家大的关注,成为众矢之地的人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? 哎呀,原来如此,怪不得今天的新换城这么热闹呢,明天甚至还要比今天更热闹吧。 君墨鞋潇洒地笑了笑,心中啊,有些自得。 风骚人物,就是风骚人物。 万少爷,看来无论走到哪儿,也是会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。 这出来乍到,就促进了本地的人流物流,我真正太佩服自己了。 什么叫能耐?这不就叫能耐吗? 预知后事如何?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意识邪经》第557回。